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藏海传》正式杀青 拍摄5个月终于落下帷幕 下部电影启动 近日,在备受期待下 肖战和张静怡主演的新剧《藏海传》迎来了正式杀青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 毕竟包括女主张静怡在内很多演员都陆陆续续杀青了 肖战自然也快了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藏海传》剧组拍摄5个月 如今终于落下帷幕 这就意味着肖战下部电影很快就要启动了 基本上就是得显紧致了 据悉 肖战新剧《藏海传》正式杀青 在剧组拍摄5个月 终于落下帷幕 之前一直都在等待肖战《藏海传》 《杀青》的消息 从客串演员到主演张静怡 如今终于到了全剧组《杀青》的日子 对于肖战来说 《藏海传》并不是肖战演艺事业的终结 恰恰相反 新的开始启动了 肖战新电影《得显紧致》应该就要拉开序幕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话题下为肖战送祝福 祝福肖战杀青快乐 希望肖战《藏海传》可以早日定当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期待和支持肖战的作品 本身就是无可非议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继续支持肖战 不管肖战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 拍什么戏 都会支持 肖战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也是非常清醒和努力的优质偶像 肖战不会让观众失望 更不会出现所谓的翻车 安安稳稳支持肖战就可以了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希望肖战一切顺利 我们大家不见不散 越来越好 省级主流官媒曝光肖战藏海传杀青 盛赞肖战很精彩 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还登上了热搜榜 省级主流官媒和北长城网 也在线曝光肖战戏份杀青 盛赞肖战表现很精彩 一直都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就是这样的好演员 吕创惊喜 实力出众 演技精湛 很精彩 一直都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 态度端正 不管从什么角度思考 都让人非常期待 据悉 省级主流官媒和北长城网官方曝光了肖战新剧藏海传杀青 其实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一点不奇怪 早就进入了收尾阶段 张静怡在内多位演员都陆续杀青 肖战自然也不远了 另一方面 官媒在曝光肖战戏份杀青的同时 还盛赞肖战表现非常精彩 一直都在认真对待属于自己的角色 值得期待 这番评价确实没毛病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看到这样的场面 都非常感动 肖战的作品非常受欢迎 肖战的演技和实力 也一直都深受观众朋友们的信任 毫不夸张 肖战总能带来惊喜和温暖 无论是新剧还是新电影 肖战都付出了真心和努力 自然会有收获和回报 总之祝福肖战 也支持肖战 作为专注于拍戏的实力派演员 相信肖战很快就要进组了 目前网上呼声非常高的就是德显景致了 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 纷纷和肖战互动 制片人哄哄亮探般肖战剧组 编剧蓝小龙则是直接为肖战点赞 不言而喻 肖战值得信赖 越来越好 肖战藏海传跟班戏份杀青 霸气将肖战放在C位 合作很顺 看得出来和肖战的合作非常顺利 也很愉快 据悉 肖战 新剧《藏海传》跟班演员的戏份也已经杀青了 还分享了一组照片 特意安排肖战在C位 足以说明在朝夕相伴的几个月里 彼此之间合作非常顺利 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剧组 也是温暖的大家庭 太想融入进去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本身就是实力派演员 也是温暖、负责、有爱心的正能量偶像 和肖战合作非常轻松和愉快 还有非常多福利和曝光度 都想和肖战合作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祝福 目前看起来肖战也越来越临近杀青了 作为该剧当仁不让的大男主 相信肖战一定可以承担起责任 为观众们带来非常多精彩表现 事实上肖战能够驾驭各种类型的角色 不管是斗罗大陆陈情令、玉古瑶 还是梦中的那片海、古装剧、现代剧等肖战 都展现出了优秀的一面 总之祝福肖战和剧组 期待早日杀青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这段时间网上热议肖战并没有入围白玉兰 其实根本无所谓 没有关系 入围的演员都是实至名归 没有入围也不是对实力的否定 肖战顺顺利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